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傳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好 回到自力更生 有我鍾元 還有我James 袁大明 大家好 今天我們的主題會說大家都耳熟能長 特別是911事件 我相信在不同的網台或不同的媒體都說過很多次 但為何今次我們會再說911 有什麼特別的事情想提到 首先問一下袁醫生 為何你這次又想再提提911事件 其實我相信大家習慣上網台聽資料的人 我相信應該都對911的資料都比較接觸過很多 但當然如果一些聽眾只依賴一尊大眾傳媒的資料 包括外國、香港 其實911背後的真相 我相信大家都不會有機會聽得到 我為什麼接觸了911呢 我也跟大家一樣 對911那件事就是 表面我就知道有兩架飛機 撞到大廈 令到大廈被燒燒、倒閉 我記得在911之前那一晚 我正在香港收拾行李 打算去美國去參加一個健康產品的展覽會 在拉斯維加斯 我一邊收拾行李 我一邊看著電視機 我最近很少看電視 我當時也看電視的新聞 我看到911在紐約的飛機撞到大廈 我看著的 我一邊收拾行李 看到這件事 我一看到撞到後 我想明天也不用飛 一大件事發生 一定不取消所有航班 基本上我明天已經沒有飛機 沒有防彎飛去美國 幾年之後 大概六七年前 我有一個病人 他是外籍人士 是一個加拿大人 大家在談的時候 他跟我說 你知不知道911是一個內部的造作 即是一個自編自導自演的陰謀論 他在英文叫做 It's an insider's job 是自己做出來的 我問是嗎 然後他介紹了一個網站給我 這個網站叫做 LoseChange 當時原來有四個年輕人 做出來的網址 很多是講講 各最熟911的背後的問題 當時我聽到後 很好奇 原來是嗎 真的是這樣 我就開始上網看 我第一個網址叫做 LoseChange 我相信這個網址 現在還在 還存在 還可以運作 還有資料是不斷更新的 由我那裏 我看到一連串的資料 質疑911這件事 第一 在全世界 從來不會有一個鋼筋石屎的大樓 是可以被火燒到倒塌 中間令它爆炸 這是第一件爆炸 這是第一件爆炸 第二個飛機的爆炸事件 就是有一架民航機 直鏟去低飛貼著地下 撞入五角大樓 令它產生一個大的爆炸 這是第二宗 一個多小時後的事 第三宗就是賓夕凡尼亞洲 是嗎 有一架民航機 亦是失控在森林的其中一個 交野的地位 對 整個三個獨立事件 就成為了整件911的重點 是嗎 沒錯 現在說的是 袁醫生說的是 第一宗就是在西茂大樓 上午八點多的時候 有民航機撞向其中一座 雙子塔的其中一件獨立事件 這是導致超元代的鋼筋石屎大廈倒塌 好了 我們看到的資料就是這樣說 其實歷史上從來過去 從來未試過這些鋼筋石屎大廈 是可以被火燒了之後倒塌 相信大家還記憶 上海最近沒有一個教師大廈 也記得她在宿舍,燃燒到很長時間 那當然那個靜カ了 燒了幾日也不會塌 之前呢 和北京大家都有大廈 開幕開張 放煙花也沒有比較加熱套大火 又有個大廈被燒了 但是呢 碩士大廈那段鋼筋仍然是有 燒了幾日也是一满 大家都记得我们家人都会烧火炉 烧了几年后会变灰 大家应该有这个经验是从来不会发生的 很多人已经指纸出 我说的是建筑师、大学教授、土木工程 那些人都说出来 历史上从来不会在钢根大厦被火烧倒 这是第一 即使有些人说可能是因为机上的燃油混合大火之后 产生了高温令到钢熔铁 但事后科学家再验证或做相同的实验 拿一些飞机油混合了一些炎的物质去焚烧一些钢 竟然不能够在短短几个小时内令到钢熔解 所以因为飞机油而导致火的温度升高 而消融了一些钢的论点也是不够成立的 你再看表面的资料 我觉得早期也是 当时的LOOSE CHANGE 就是重复重复当时发生的 你看到飞机撞了下去 接着就有一堆光火 就像燃油那样爆一爆 接着就一直露出黑烟 暗的黑烟 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 大厦就开始塌 记住它是烧了 在上面一个很高的大厦 在上面几十层或者百多层烧了 就开始塌 在一个多小时之后开始塌 而且它塌的速度是百秒钟的 而且它塌是花灰地塌 由底下那一层就由底下那一层 人家是烧到上面 但塌起来的时候 就不是上面塌起 而是下面塌起 你看到整个现象 很多人就会比较 其实拆楼的塌的塌 就跟这种情况塌 所以它怀疑第一 钢筋大厦从来不会被烧倒 从来也不可能在一个多小时之后 就开始塌 除非是超级高温 也不会在八秒钟 你说超级高温度 如果大家对一般的常识 你也看到 如果你去做生火 或者去巴巴桥 你最初那些火 如果烟是黑黄黄的时候 那时候那些火 是未曾够光 未曾烧熊 是低温的 有黑烟的代表 那些火 就是未燃烧得漂亮 所以有黑烟的出现 没错 即是说 当时你看到 如果有机会 上网纸 你会看到的 你只不过是 最初那一刹那 就有一些很光的大火 很光满的 爆爆 其实飞机有 是火水 是Kerosene 不是一个很高烟度 是一个火水 烧一烧 接着没有黑烟 即是说 其实温度 是不可能 会那么高的 有些说 你烧一个大厦 过成一千度 二千度 好了 你想想 如果大厦 是烧到一千度 二千度 有什么可能 那些消防人员 警察 在大厦里 走进去救火 你想想 你可不可以 在一个大厦 在一千度的大厦里 走来走去 上楼梯去救火 你看到 是根本不可能 有这样的温度 当时出现了 好了 如果你看到那些资料 他就访问 很多很多当时 救火人员 他都说 他直接听到 地府有个爆炸声 好像炸弹爆了 你看到那些片段 他再分辨给你看 他一路倒下的时候 一路在旁边 在下面 就有一些爆炸 炸弹一路这样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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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这样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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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它叫做Control Demolation 在受控制下令它拆桌子 大家有机会上网 LoseChange和911truth911truth.org 其实是不断有很多资料 给大家自己再看之后 再听别人的分析 解释疑点重重 是不可能有人 可以拿一架机撞了之后 一个多小时令它拆桌 而且拆桌的时间只有8秒钟 这是一个很清晰的疑点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除了这个World Trade Center 世贸大厦的两座高楼均塌 原来它在旁边附近 有一个叫Building 7 是第7号大楼 也有五十多层高 在几个小时之下 也同样发现垂直式的 百秒钟直立是不化灰的 记住这座大厦 从来没有飞机去撞过它 也没有发生火警 也没有发生火警 可能有少少连 有少少 很小的房 因为很多人说 大部分人都没有这样的能力 去衡量 一个飞机 一个珍宝客机这么大 撞下去 大厦是否能承受得到呢 在那些片段里面 有些科学家就会分析 一般这些大厦楼 其实好像一个钢筋 一个网 即是你任何一撞下去 它就会承受折住你 这些资料在网上有很多很多 我跟大家分享 我们表面看到 刚才钟元也说了 另外一架飞机 撞到五角大楼 他们说是一架飞机 直接撞下去 但结果你看到 他们说你找不到 任何飞机 大型飞机 那些 残骸 你看到 其实它撞的洞 是一个洞 没有一个翼 大家有留意一下 其实它撞的被摧毁 五周大厦 那部分 是没有一个翼的位 去撞下去 只不过一个洞 好像一个导弹 那样撞下去 人家什么残骸 都找不到 还有一个疑点 你知道五角大楼是一个军事基地的重点 其实它沿着外长五条边 都安装了很多闭路电视 但是根据他们的公布 根据他们的公布 大约整个外围有五十六度的CCTV 是拍着周围三百六十度的状态 但是他们官方公布出来 只有五张相片 但是没有一张相片 是拍到一架飞机 撞向五角大楼 试问一个这么高度设防的 美国的军事基地 他能够安装这么多CCTV 但是没有一部可以拍到 这已经是奇怪了 第二 其实在美国大楼旁边 也有一些油站 一些旅店 原来他们也有安装一些 自己自家用的闭路电视 但是当日 FBI和一些国安的人员 就即时去到他们的地方 搜捕他们的闭路电视 然后说是取证 其实拿了之后就不给你 我们有可能相信 其实那些油站 或者周济公路里面 所拍到一些景象 包括那些旅館 他可能是拍到一些东西 飞进来五角大楼 但是那架可能未必是飞机 又或者像袁一生所说 可能那架是一枝导弹 他为了毁斯灭跡 将民间里面所拍到的影像 全部充公 连大到他自己五角大楼 那五十六部CCTV 所拍到的影像 当然不会给你看 这是一个很大的疑点 还有一件事 他们也发现 原来这个五角大楼 撞入的部分 偏偏正在装修 是没有人用的 就是一个空壳的建筑物 是做出这场影像 预知减低相亡事件 这个很明显 是 对吧 看回在Pennsylvania州 有个飞机堕落 一个田园 你只能看到一个大洞 其实没有什么可以收拾出来 连那些飞机的残鞋 或者引擎 至少的新宝机 那个机器 不会没有 一个大钢筋的实物 完全找不到 这还有一个疑点 这是要拜Google Earth 科技所赐 有些人尝试 将在01年之前 卫星影像拍到 奔直凡尼亚洲的森林 拿回911事后的相片对比 原来发现 未有911事件撞出来的地方 已经有一个洞在这里 即是什么呢 所谓的飞机在墟毁的事件 产生出来的洞 其实原先已经有了 他只不过在这里 将残鞋 我们估计 他们只是将错就错 借那个洞 当作一个事发的现场 在里面再做一些后期的爆炸 和散布一些残鞋在这里 那些人就透过这一张 2001年前所拍的一张 卫星影像图 和911之后发生的影像图一比对 发现的洞完全一模一样 连大小的边位和轮廓也是一样 即是那个洞 原先已经有了 后期被美国自动自演之下 自己看出一个爆炸的场景 还有你看到网上 他们也有说 那件事 墟机的时间 是有三分钟 官方的资料 就说是某某时间 零几分钟 但当时有一个地震 有一个地震 那些仪器測度 是有三分钟的分别 他们说有人怀疑 其实当时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导弹 在导弹里面 也有可能是一架假极飞机 被导弹打下来 因为沿途有很多破碎的残鞋 一直飞飞飞飞下去 大家有机会上网 其实我们说的全部都是网上 已经很清楚分析给大家知道了 还有一件事 他就说有这些恐怖分子 这些阿拉伯中东的人 就持有一个飞机 他就指铲了一个人 指名导姓的这个人 他追查这个人 其实这个人曾经在佛罗尼达州 去学习那些小型飞机 根据他们的导师说 这个人连驾驶的小型飞机 也不够 也不够 即是有什么可能 一个人驾驶小型飞机 单引擎的Cessna 这些飞机都有问题 既然可以驾驶了一个 这么大的飞机 可以远向一个目标 如果远向一个目标 是准确的 其实这个也是不可思议的 重要的 其实在三宗的聚位事件里面 最困难的那宗 应该属于五角大楼 因为他需要紧贴地下 差不多低于200米的情况之下 贴着地下 但是没有撞塌周围的电灯柱 电线之下 直删去大楼 这个持着这么大的民航 客机要做到这个技术水平 一般机师都可能难倒他 但是一个只学了 可能不够一百个小型飞机的人 竟然可以这么顺利 贴着地下移行 绕过所有地上的障碍物 然后直接向一个大楼里面 产生一种爆炸 这个是非一般一个伸手能够做到 这个怀疑 究竟这个撞下去是一架飞机 还是一枝导弹 但他可以这么准确地向五个大楼 好了 还有一个疑点 他就说 早期听闻找到那些飞机上的黑盒 知道为什么找到 接着就调查过来 黑盒的终绩是从来没有找不到的 即是初初找到 接着找不到 他开始怎么会怀疑这些所谓的中东人造 他说在那个现场地面 就有跌了一个护照 那些护照 对 那些护照 就从空中跌下来 就看到有这些人的样子 好了 他当然也公布了十几个 他们认为是兴事分子 也有人跟着发现到 其实那些人 很多人根本还存在 根本是没有死的 根本是没有死的 还在那些地方去派对 已经被人拍了 即是说那些 他们认为是兴事的人 根本是没有死 根本是编造出来的 那其实这个资料可以说是很多很多的 那 那 那 James 在这方面也研究了很多 那 James 发挂到 一般的说法很明显就是内爆 就是好像拆楼那种的技术 那 就放了一些特别的炸弹 那 好了 还有一个很清晰的 很值得怀疑的 一般的有些任何意外的事故发生 譬如你飞机堕位 他通常会将那些飞机的残骸 会折装回来 就是去找一个大的地方 重新砌它出来 那 从而是可以找到到底发生什么事 譬如当时哪个地方开始爆 那一般做法 会将现场那些残余的资料 会收集回去 是重新重组 是希望是找到个练索的 在911那些钢筋大厦 其实他们不单止没有将这些物料 去找一个大的平原 或者重新尽量去研究 将所有这些钢筋 全部卖去 卖去就被人融化 即是当一种重新 即时做了 这些是和一般的惯性很不同 另一个疑点更加很明显 就是原来当时两座西贸大厦 卖去的地库里面 埋藏了很多黄金的储备器 但是他们发现爆炸之后 所找出来的黄金 只剩下原油的十分之一 但是在运走很多大卡车 里面经常用布盖住 究竟那些木槽是装着那些真实的黄金 还是当时剩下那些大厦的灰尘 或者雅历 就是没人知道 但是一样肯定 就是当时他们残留的黄金 在那栋大楼 他们俄清是因为高温 令到他们融化了 但融化了黄金之后 都会留在这里 除非黄金高到几万度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迷团 和利益的走势 我们看到这件事 有哪些人在整件事里黄益 还有一个疑点 他们说原来第七号大楼 里面有很多档案库 当时很多人怀疑有问题的 那些档案被调查中 经过这次之后 这些基本的资料 就完全毁尸灭细 这个为什么那么重要 为什么我们常说 会提及到这个 没有被飞机撞及 但是发生小型火警的 第七座大楼那么重要 因为这个第七座大楼 它储存了联邦储备局 一些很重要的证据 其实原来联邦储备局 他们的帆帐目 都不是那么清晰 有三个trillion的钱 是神秘消失了 而当时政府和美国 都在关注这件事件 他们所有的文件 都储存在这座第七座大楼里面 还有没有任何的电子文件 所储存 他们全部都是用这个 白纸黑字 摆放在这个 第七座大楼里面 一个很高度机密的保险层里面 但是自从这个第七座大楼 突然间神秘地倒塌之后 他们所有的文件全部都没有了 而联邦储备局说 不见了三个trillion的钱 也变得无从稽考 是的 还有一个 如果大家去看看 很多其他相关的网址 非常多 或者我在这里读一读 等大家知道 有一个叫做Architect and Engineer for 9112 即是建筑师和工程师追求的911真相 Consensus911.org Firefighters for 912 即是消防人员 Lawyers for 912 Media professionals for 912 即是传媒界也有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一套 有一个叫做Patreon 即是爱国的分子 911 Methical professionals for 912 即是很多医疗界的人员 Political leaders for 912 Religious leaders 宗教的领袖911真相 Scholars for 911 truth and justice 这些是学者911的真相和公正 Scientific method 911 truth Scientists for 912 Scientists journal of 911 studies Science of 912 Researchers complete 911 timeline 这些是可以这样说 是专业团体要追究911真相 是这么多的 如果大家只想去911true 911true.org 你可以看到有关的专业团体 追究这件事 其实非常多 背后的人 全是专业人士 大家都很质疑 911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好了 不如我们已经说了这么多 关于911的真相 或者事情 下一节再说一说 911里面这个爆破 究竟真相是来自哪里 而所有911事件发生之前 和之后 究竟它的利益所向 或者会不会背后 一个大阴谋的存在 我们第二节再跟大家说一说 哎呀 你转天来 风湿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灵精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了 哇 这么好的 那就买多个分享给阿姨婆啦 太空小灵精 可以在六创二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3w.h-e-a-l-t-h-s-h-o-p.com.h-k 好 回来第二节的自力更生 今集的主题是911 第一节我们也说了很多例子 911事件是一个自编自道的事件 而其中一个我们最着力说 整个事件的爆破 就是我们所看到 有两架飞机撞向大楼 产生一个高温的燃烧 令到所有的钢筋溶解 就向下倒塌 但是这个说法 袁医生好像有些论点想补充 是怎样的 如果大家有机会上网 他看到很多科学家就说 第一 飞机的燃料 就像我们那些火水 我们小时候烧的火水 温度不会很高 不可以很高 第二件事 他发现 当它内爆了之后 是一个很明显的炸弹 自己内爆 但爆了之后 竟然那些钢筋石根 不是很多静 你看 大家下来 地下那一层 不是很高的残余钢筋 而且他发现 很多钢筋似乎是 曾经被高温消融的现象 好了 那什么炸弹能够做到这个效果呢 在现时的科技里面 知道有一种叫做FERMI TGR MIT 这种炸弹是可以令到产生很高温 是令到那些钢筋溶了之后 有些珠粒 有些beats的溶化 所以有一种说法 就是用这种特别的炸弹武器 是将这个大厦摧毁的 但是呢 其实有很多其他的科学家 大学教授 是有不同的见解 我知道James 这方面你有特别的研究 James 其实你说的那些点 就是用FERMI 的确是有很多人认为 这是唯一的可能解释 我在很多年前 开始研究这件事的时候 看到资料是由一个大学教授 以前是大学教授 他的名字叫Judy Wood 但他现在已经不是大学教授 他已经被人炒鱿鱿 因为这件事有关 可能 因为他做这个研究之后 被人炒鱿鱼 他写了一本书 我建议任何人对这方面有兴趣 尝试买不买到这本书 书名叫做 Where did the towers go? 那几个大厦去哪里? 这本书差不多是一寸厚 非常详细解释 他大概的意思是 其实当时 因为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全世界很多摄影镜头 是对准这个位置 拍了很多录像,录影带 照片,很清晰的照片 卫星图片,全部都有齐 所以有很多线索可以去追寻 Judy Woods 她本身是一个物理学家 是专门研究结构的 所以她用她的专业眼光 逐渐去研究 就发觉原来当时发生了很多事情 是普通的科学 即是我们现时所认识的物理学 是解释不到的 就算袁医生说的 一定要用高温来溶解那些钢 只要用三迷 这个论点 有些地方都是不成立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看到有些照片 有些人在废墟上走来走去 废墟上的温度不是那么高 因为如果用三迷 温度应该是很高的 人们不可能从上面走来走去 但是有些照片是看到人们走去的 所以用三迷 这个论点是否正确呢? 都是有她本身的疑点 当然正如袁医生说 很明显的温度一定要强到溶解铁 这是一个可能的需要的条件 因为这个Judy Wood她最后建议 亦有很可能 当时的钢铁为什么用呢? 就不是因为高温 而是用了一种很超级秘密的一种新型的科技 使到钢铁就算在低温之下都可以溶解 这一件事就越说越神奇 但是Judy Wood在她那部书 是提出非常非常多的证据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证据 她说为什么她怀疑是用了一种很神秘的一种科技 或者是武器来整垒这几个大厦呢? 就是原来在当日 我现在是说9月11日当日 所拍到的照片和卫星的照片 所有的照片完全拿出来看 发觉当这两个大厦倒了之后 在地上剩下的残骸 即是钢铁、水泥 堆起来是不足以代表这两栋大厦所有的物质 换句话说 110层的大厦倒了之后 起码都有几十层高 但是原来如果我们看回照片 剩下的残骸只有几层高 包括很多钢铁、钢铁 我们说的那些很巨型的厚字 建屋那些很巨型的 去到哪里是没有的 正说你们两位也有说到 原来政府就说 已经把那些铁运到中国去recycle 去循环使用 其实Judy Woods说 这个也是一个谎言 因为为什么呢? 根据当日的照片看上来 钢银根本不见了 完全失踪了 完全没有 不是完全没有 只剩下一点 很可能这些小小 最后就运到中国去recycle 但是大部分的钢银 那些钢银 不是钢银 应该是钢银 是没有了 失踪了 那去了哪里呢? 蒸发了 是的 完全没有了 不止这样 你要明白 这两栋大厦里面 是很多office 全部都是office 那些办公室 办公室里面一定有什么呢? 有filing cabinet 文件柜 全部的文件柜 都是用钢铁做的 去哪里呢? 一个都找不到 好像在Judy Woods的研究 他只能找到一个 一个残鞋 那么多办公室 那么多filing cabinet 去哪里呢? 并且还有 如果各位看回当日的 那些新闻片 那些新闻片 你会发觉 那些纸张是满天飞 通常那些纸张是存在哪里呢? 当然在filing cabinet里面 在文件柜里面 那为什么会满天飞呢? 因为那些文件柜消失了 当你化了灰 当你化了灰之后 那些纸就飞了 所以那些纸就满天飞了 James 我们说到这里 大家都很想知道 你所提及的神秘武器是如何 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神秘武器 就可以令到 银铁溶解灰飞 但是它对纸张 就好像没有什么效应 所以令到 现场灾后 满天都是紫飞 究竟这个神秘武器 它用了什么能量 或者用了什么方法 令到整座大厦 在短短一小时内 可以迅速瓦解 这个武器叫什么名称? 这个神秘的秘密武器 其实我在其他的UFO档案里面 是无意中发现到的 就是其中有一个 好像就是 我忘记了在哪里看 忘记了是否在 Dr.Steven Greer 在2001年9月头 举办那个Disclosure Project 其中有一个告密 自己说出来 还是其他场面说出来 我不记得了 朱迪威的书不是说这 他没有透露这个武器 没有 他没有 因为其实这个名字 是我无意中 在另外的来源 无意中听到的 就是这个告密者 当时有一个访问人 问他 他说 其实美国政府有三个最大的秘密 是高出任何一切 第一个是飞碟的存在 第二个是外星人的存在 第三个是particularization 中文叫什么 如果翻译中文 首先这个字是没有这个字的 这个字是作出来的 你如果看particularization 就是particularization 这个字 就由particle 转过来 particle的意思是一个微粒 分子 一粒东西 叫particle particularization 他说 这是第三个最大秘密 我看到之后 因为Judy Woods 他发觉当时 那两个大厦 包括一些水泥 包括一些钢 铁 很多东西 包括人 还有 只是不受影响 但是人也受了影响 这些东西 全部化灰 化灰 所以大厦 开始塌 Judy Woods 描述 好像一个噴泉 噴泉 好像一个噴水池 噴泉 向外扩散 其实如果你用逻辑去思考 当一样东西开始分裂 它的体积会膨胀 它膨胀的时候 就会向外分散 换句话说 产生的形象 就会好像一个噴泉 向外分散 但是它这个分散 它开始塌下来之后 它是不断的 它不会停止 换句话说 由大舊变成小舊 小舊 再变小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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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变到什么呢 变到小到 它开始在空气中飘起上来 这就是形成所谓的烟 所以如果我们留意当日的影像 是很多很多烟的 很多灰塵 你这么说 我也想起当时我的记忆看到 它不是一声变成粉 粉就向外爆 它一直向外爆 再变小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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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说 我记得了 那种感觉 不是变小舊 变小舊 向外爆 不是的 向外爆 一路爆一路爆 向外飞行的过程中 那些粒子一路变小 一路变小 一路变小 最后变小 最后变小 你这么说 真的很相似 大家有机会上去看这些片段 你会看到 感觉上真的像这样的现象出现了 所以当日的烟是长久不散 为什么呢 因为掉落地下的材料 亦继续在分解 分解到差不多 又变了烟 那些烟来源不绝 源头不绝 直到什么事发生了 才停止了 就是纽约市政府用水 把这些灰全冲到河 冲到河 这样就停止了 因为那些东西落了水 在水里面分解 就没人看到 并且也不会飘起来 那烟就停止了 如果它不充洗 继续地出现 继续地产生 是的 这样就会引起别人怀疑 我提了一下 其实当日的大厦里面 二千多人 差不多三千人 那些尸体是找不到 一个残肠也找不到 那为什么呢? 没有解释 官方完全没有解释 但是呢 官方证实了 在粉里面 是找到人类的DNA 换句话说 那些人日劇化灰 那在什么情况下 才会把钢铁、水泥、人 全部化灰 就没有人可以解释得到 Anyway 我就看到 另外一个source 即是有些告密者 就说了出来 美国政府有三个最大的秘密 外星人、飞碟和particularization 那我一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 我就猜 咦? 这个会不会就是Judy Wood 说的秘密武器呢? 那我就在一个discussion group里面 因为我知道Judy Wood 是看到这个资料 那我发了一个post上去 我说Judy Wood 你会不会认为 这个particularization 就是这个秘密武器的名称呢? 那她就回复了 她说她都认为是 嗯 是这样的来源 其实这个发现 是我发现的 不是她的本书 顺便提及 她没有另外一个解释 她只不过最上一个现象 是吧? 她也说不出 这件事是有什么 导致她说不出 她总之的现象 就不是用Firma 一个高温的炸弹 可以解释得到 是的 没错 即是她就纯粹是看那些练索 因为她是科学家 她不会做任何揣测 是的 她不做任何揣测 她真的要很实实在在 那个证据 证明她说的那些东西 当然她不可以判断出 究竟用了什么秘密武器 是怎么运作的 她是不知道 但是她可以由那些症状 即是那些练索 看得到很多现象 就是和另外一个业余科学家 叫Hutchison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字 你现在上网找 有一个叫Hutchison effect 这个人是中学毕业的 但是他很喜欢重复Nikola Tesla做的实验 那她以前就住在加拿大 那她一天到刻就去买那些 就是那些废弃了那些军备 然后搬回家就去做实验 那她在差不多二十多三十年前 就无意中发现了很多神奇的效果 那这些效果后期的人就叫她统称为Hutchison effect OK 那她包括什么效果呢 包括可以飞起一些东西 一个圆 一个那些Bowling ball 那些保龄球 可以整个飞起 那些瓷羹可以飞起 那些锤仔 螺丝匹可以飞起 而且那些铝条和钢条会溶解 低温自然会溶解 即是变形的 那这个Judy Wood 就是无意中发现了Hutchison effect 即是她在网上搜到 然后一比较之下 发觉原来 那个在这个911事件 发生周围的那些情况 很多和这个Hutchison effect 是有相似的 非常之相似 即是Hutchison 也是发现了一种很神奇的 一种 即是我们现时科学家 未了解的一种现象 那这个Judy Wood 就发觉911案发现场 有很多现象 和这个Hutchison是很相似的 那她也是用在她那部书 是很详细的一个解答 换句话说 这个Judy Wood 最后的结论 就是美国政府很可能 是用了一种最新型的武器 这个名字 也很可能叫Particularization 就是将它化灰 变成粒子 就是将这两个大厦毁灭 那当然 会不会同时 有其用了普通的炸药 甚至虚迷在场 很可能会 这个就没人知道了 很难引证得到 很可能是小量 我还想说一件事 很神奇 那Judy Wood 后期的研究 发现 因为911结束之后 周围有些大厦 是没有被完全破坏的 就是表面有些地方是破坏了的 那这些表面破坏了的人 就想重新修复它 就是拆掉那些 然后再补上去 但是他们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什么呢 他们补上去的那些东西 在很短时间之内 全部老化了 譬如他放一块铁上去 一块银上去 一块银上去 那块银很快会生瘦 他如果放些什么上去 他会老化 就是老化的现象 速度是非常之快 那最后 没办法了 他们将整个大厦拆掉它 所以Judy Wood 看到这个现象发生了之后 他就预计这个911案发现场 不可以再建大厦 早几年 新闻经常报道 美国政府将会在911 为止建两栋新的大厦 直到911十周年 即2011年 我看新闻突然发觉 原来那个位置变了两个大水池 那我就大启一惊 为什麽呢 证明了Judy Wood的结论是正确 因为他是没有可能建任何东西 只能建两个大水池 因为很可能水 可以吸收这种 我暂时叫它是辐射 某种效果 那James 现在的位置只能建水池 意味着灾后的环境 那里只适合做一些休戏的设施 就不适合做一个工作 或者居住的用途呢 是的 我真的有这样的怀疑 因为很奇怪 如果Judy Wood的假设是不成立的话 应该在这个位置建两个大厦 你知道美国的 租金也很贵 是的 地价是非常高的 所以当我一发现他做了一个水池 我都大大震惊 一直都没有听到这个消息 很明显就是 他只能建水池 说到底呢 他不可以建任何东西 因为他如果建任何大厦 这个大厦会老化得很快 并且在里面工作的人 也会产生不良后果 所以建一个水池之后 他会解决所有的问题 因为很可能 这个水吸收到这种辐射 就不会影响到其他东西 James 意味着 其实这个武器的使用之后 不单只会出会了 当时的物件 例如钢铁 钢筋水 摆滑了人体 而他这个武器使用之后 所产生的后遗症 就会令到周围环境的物质 会老化 所以他的危害性 和核弹 也有相类似的效果 就是说 那个地方污染了之后 就不再适合爱意被人再来居住 或者进行一些建筑 或者是一些居住的用途 没错了 其实Judy Wood 也留意到另外一个现象 即91过完之后 很多年 我现在说是年 不是圆 很多年 不断地有些大卡车 将里面混泥土进去 然后在里面又混泥土出来 通常是半夜三更才做 也有人拍到这些照片 Judy Wood就解释 有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 就是因为当地上的泥土全部都受到这个辐射影响 那怎样可以消除辐射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不是一个秘密 就是靠用泥土来消除辐射 换句话说 那些泥土可以吸收辐射 那你一定要在某些地方 运一些新鲜泥土 铺在那个地面 然后呢 经过这样一刻 就将它挖走 全部的泥土 即是吸收了那些辐射 那就将它运走 然后又将运一些新鲜的泥土 就铺上来 即是不断地循环做这个过程 才可以慢慢将那些辐射吸收 所以呢 这个也是一个可能的解释 即是这个位置是存在有辐射 嗯 是的 那其实整个故事我们都知道了 哇 那九一一事件 可能是用上了美国史上 一个最厉害的武器之一 令到整个大楼毁于一旦 和消失得无影无踪 是的 是的 并且呢 还有一个小小的那些 也是没什么人知道的 即是呢 那Julie Wood就怀疑 这个超级武器是有关联的 那就是呢 原来呢 九一一当日呢 是有个台有个台风 我们叫台风呢 就在美国叫做什么 叫做巨峰 巨峰 然后一路就向着纽纽约的方向去 走到接近纽约 最接近的位置 就停了在那里 嗯 那奇就奇在什么呢 纽约当时周围 所有的电视台 报纸 完全没有报道到这件事 那么呢 因为我们第二节的时间差不多 那不如呢 就去到第三节那时 给你再回来 就介绍一下 究竟这个气象台风呢 为什么会和九一一产生关系呢 那我们第三节回来 再跟大家说 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 就去个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一个鞋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这样呢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 那么繁忙的时候呢 其实现在市面上呢 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呢 那么在我们的健康店呢 已经这一路一路呢 有很多的客人呢 就是买了回去的家里呢 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这个接地器的治疗了 接地器的产品呢 可以在我们六创二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好 回来第三节的自力更新 我们的主题是911 那么在第二节的时间 那James就为我们 带来一个很突破性的资料 就是说 我们一直以为911 双子塔大楼两座的爆破 是因为人为以一个定点的形式 去把它炸毁 所以产生一种很快的急速的坠落 但是原来经过James所找到的资料 根据一个美国教授 叫Dr. Judy Wood 她就有一个相反的论调 她就认为 现在她是美国政府 正在用一个叫做 是一种超级武器 而这种超级武器 可以在短时间内 令到一些很坚硬的物质 好像钢筋 水泥 就以一个慢慢 由大舊变为小舊 一种慢慢分解的模式 成为一种灰尘的武器 这种武器 甚至乎会连对人也有影响 所以到最后 世贸为止之后 他们不再在那个地方原子建楼 而用来建一个噴水池 目的就是因为这种武器 所产生的副作用 有可能会令到周围的物件老化 而James在第三节 接着会再进一步说 其实在911的前后 美国同时也可能会使用了一个气象武器 去参与这件事 好 James你还在前面 是 好 现在时间交给你了 刚才说到 由巴哈马那时 形成了一个台风 慢慢飞向近纽约的位置 我们由这里再说起 好 刚好在911那天 这个台风最接近纽约 然后911发生了之后 好神奇地 这个台风就作了一个90度的转弯 就向了东北角那里就移走了 那 神奇在 第一 这个台风 就是当日 在纽约 所有的电视台报纸 完全没有报道过这件事 第二 就是原来 所有大学 不是所有 就是很多大学的研究人员 都对这个台风作了一个很深入的研究 那真的很奇怪 就是 无端端一个台风 会在这个海洋 和巴哈马那头 诞生 然后 就好像很有计划 就向着纽约移动 去到911 当日 发生了911事件之后 作了一个90度的急转弯 就向了东北方向消失了 就是很神奇 这件事 就是你说是偶合 就是很难解释了 有很可能 当然 这是一个揣测意 就是 因为一个台风 可以产生一个很大的能量 有很可能 这个能量 和911用的秘密武器 是有关联 当然 证据就很少了 那我们也很可能 永远不知道真相 不过正如 中原正说 提及到 就是 很大的可能性 就是美国政府 秘密影子政府 可以说 就是已经掌握了 可以控制天气的一个技术 嗯 我们之前在其他节目也说过 这个超级气象武器 其实已经存在着 而且开始在运作 但是它真正的威力 或者是所引起的天文异涨 包括地震 台风 海啸 是不是跟它直接有关系 或者有没有一些证据可以推论 我们暂时不知道 但是这个出现在911事件 前后不足一个星期的台风 来去中中只是很短时间 而整个美国的传媒 或者很少的传媒 提及到这个台风 这件事就显得更加不尋常 为什么官方不公布这个台风的出现 以及为什么会淡化这个台风 它前前后后出现的先后次序 这个也是令我们引起一个很大的疑点 是 好了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 关于整个911事件 我们所怀疑的地方 以及究竟一架飞机 能够造成一幢大厦在短时间 销毁、聚毁 这个也是我们经过很长期的探讨 那我们回到一个本源 那就是说 其实 911事件 策划的背后 是为了一些目的 是什么呢 而这个行动的背后 对美国 或者对影子政府本身 有什么利益呢 这就衍生了背后的陰谋论事件的看法 远医生 我知道 你带出了一个论点 整件911事件 你认为 背后 就是一个叫做 毅期行动 那我又想由你来说 什么叫做 毅期行动 毅期 毅期是假的 通常在过去历史上 发生很多事故 其实都是一个毅期行动的原因 通常毅期行动的意思是 我们要制造一个事故 这件事故是用敌方做出来的 就是用敌方的旗字做出来的 就怪责了对方 因而要做一些事对付敌人 其实敌人是自己安造出来的 所以我有一种做法叫做 毅期 Ford Black Operation 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 譬如我们都知道 在美国攻打古巴的时候 他用了借口说 古巴打倒了美国的一个民航机 所以美国就要补复 用这个借口去对付他们 结果我们都知道 其实根本没有真正的民航机 只不过是一个军方的机 就是自己 毅装成一个民航机 找这个借口 说你们打倒我们的民航机 所以我们要攻打你们 所以当时攻打古巴的借口是这样来的 大家都知道越南 越战 大家都听过东京湾的鱼雷艇 是被襲击 最近 麦尼玛拉的国防部长 当时的国防部长 都公开承认这件事是没有发生的 都是说我们美国的鱼雷艇 是被越共襲击 接着我就要用这个时间攻打他们 大家如果有机会去中国的北边 也有看到一个历史故事 当时的日本人如何攻占侵略中国 都是说当时在火车站里面 有些日本的士兵被中国人谋杀了 所以日本人要入侵 来跟随这件事 大家时候都知道 根本那些不是日本士兵 是中国人被谋杀了之后 就穿了日本的军服 其实这种手法是层出不穷的 譬如希达拉 希达拉怎样得势呢 希达拉是将自己的国会烧了 他就说是共产党做的 于是他就号召一些人 反共的情绪 做了一个我们所叫做 Marshall Law 他就得了权力 他就开始搞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 我们也看到 在历史上的故事 就是欧洲有一个贵族 一个Duke 在他旅行的期间被人杀了 因为这样的贵族被人暗杀了 就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大家也想想 一个贵族被人杀 会不会搞到全世界要打仗 其实很多很多我们看到的事件 其实很多背后也是在历史行动 甚至有人说 那个珍珠港被杀 其实美国人老早已经知道了 已经有足够的情报 是已经知道会来的 但他都让他发生 因为如果珍珠港被杀之后 他就可以有一个藉口 是开始参战了 也有人这么说 这次的911 其实是新的珍珠港的行动 原来听了袁医生所说 所谓的危机行动 就是可能本身的国家 去制造一些事件 作为一个藉口 然后去达到某一些政治行动 例如去攻打其他人的地方 或者发动一个战争 甚至是挑起一个事件的争端 好了 那究竟911 我们经常看到911 就是因为 这个拉登 或者阿盖达组织 他们对美国不满 而发动了这样的战争 发动了这样的恐怖襲击 所以到最后 美国为了去报复 就进行一个大规模的 狩猎拉登的行动 为期十年 直至到2011年5月1日 美国就好称 成功把拉登在巴基斯坦 成功把他击毙了 然后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 在海里把拉登的屁股沉下来 整件事就好像是 这样画上了个记号 究竟是否整件事这么简单 就是因为埃阔大组织 不满意美国政府 接着发动这次的恐袭 然后美国再用很多的军人 很多的资源去围捕拉登 以及埃阔大组织 直至到现在 整件事就是这样完成了 所以你也看到 表面很多人都这么说 其实找一个藉口 就是攻打伊拉克 就说他有很多 我们叫做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就是有这样的武器 一种大杀伤力武器 大杀伤力的武器 但你也看到 已经很多戏演 都做过 其实根本是没有这回事 找不到 只不过一个藉口 去攻打 即将侯塞恩 拉道 接着攻打伊拉克 接着同样的藉口 又继续要打 那些阿富汉 其实在历史上 这些藉口是层出不穷的 这个我们叫做 偽旗行动 是不断被用在这些政府 做一个这样的藉口 即使美国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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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背后的银行家作从 如果大家看过 《破费战争》 其实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我们回应袁医生所说的 危机行动 说回上世纪 90年代 美国老布殊政府 攻打伊拉克 其实他们怀疑 他们有大杀伤力武器 这才去做 但是到最后我们发现 大杀伤力武器找不到 但是他攻打伊拉克之后 在重建 和在那里做一些经济活动里面 就令到很多当地的美国企业 就赚到很多大钱 而且也开始控制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 战略石油资源分布 很多人都看到 美国这次的出兵 并不是为了正义之战 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石油利益 而为什么当初他们想着 会攻打伊拉克呢 就因为那时候萨达没有说过 我们现在不决定用美元 作为这个世界货币 进行石油的抓索 而我们会改用欧罗 那就是因为这个决定 就令到美国那边很震惊 因为你想想 美元作为整个世界 最主流的流通货币 是最流通的 是最多人使用的 突然间中东 有一个石油大产国 他说我不再用美国 来结算这个石油 而改为用另一种货币 这个对美国的震撼 或者带来的经济震动 是非常之大 所以这里也是 美国人为了要争夺 他们在中东的自主权 和石油市场的耳界能力 他们就要去做一件事 去惩罚这个不听话的撒旦帽 这个其实是一个原因 其实还有一个可能性 这个可能性 这个可能性也是我看UFO的资料 那里找出来的 就是以前那个Vernard von Braun 即是美国的飞弹之父 德国科学家 他临死的时候 他就说过一些东西给他的秘书 他的秘书的名字 我忘了叫什么名字 是个女人 Carol Rosen 是吗? 是的 Carol Rosen 是德国人 这个Vernard von Braun 他说的是什么 首先他们会怪共产党 接着会怪恐怖分主 接着会怪这个 一个银石撞地球 最后会怪外星人 侵略地球 这个Carol Rosen 不仅仅说这件事 他也说过他以前 他也是很高级的人员 在科技界 他就走了去 我忘了哪一个 美国的军火生产商 开会 他进去 听到他们说的 和墙上挂的地图 就是挂了中东的地图 他说他那时候 完全不知道这些东西 听到他们说 要攻打哪个 哪个 又要原因是什么 他那时候 他说我听都没听过这些东西 但原来在 我都不记得了多少年前 好像六多年 七多年 已经有了全盘计划 去颠覆 伊拉克 利比亚 利比亚 和现在的 叙利亚 其实原来 这些东西 早已计划好了 这是几个 Kell Rosen 说出来 并且和现在 发生的事 是完全混合的 换句话说 当然 谁在后面 搞这些东西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很多迹象显示 其实原来真的有一个很详细的全盘计划 那些人是一步一步在进行 James这里说到 其实就是美国影子政府那边 提及到一个新世界秩序 其实在老布殊时代 我记得就是90年的911 他刚好在简正这一天 他对公众议会说 我们要开始制定全球的新秩序 他说了一个 New World Order的宣言 三年之后 老布殊接受传媒的访问的时候 也老调重弹 再提及到New World Order的事件 其实老布殊不是由他制定 或者想到这件事 而只不过老布殊是 按照当时他们已经制定好整个议题 在这里慢慢将新秩序的讯息 慢慢滲出来 其实由他开始说 New World Order之前的二三十年 正如James所说 所有世界大事已经被他们编排 要按次序发生 甚至大家看到一些共济会 光明会和Illuminati里面的金卡 也会看到其中有世贸大楼双子塔倒闭的事件 另外也有近年 就是在波士顿 马拉松当时有爆炸的 在那个光明会的金卡里面 也有一个女士在跑步 听着头部 亦都呼应当时的爆炸事件 亦都已经被预测 以及被计划的一部分 我们看到其实很多时候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所说的危期行动 整个危期行动背后真正的目的 在整件事之后 你会慢慢看到一些利益 或者是一些重要的线索 逐渐浮面 好了 在网上其中有一个资料 有40种很重要的原因 是关于911 其中一件事 他提及 为何今次会发生在美国 原来这件事是铺牌了很多年 包括美国有一个新的法例 叫做Patriotic 就是爱国的条款 其实这个条款 可以说在911之前 已经老早写好了 在911事件发生之后 在短短八个星期 就通过了 这个可以这样说 历史上从来未试过 一个这样的严厉的条款 是这么短时间被通过的 其实这个条款最终的目的 是将剥夺了美国人的 最基本的宪法给他的权利 他已经失去权利 他可以说是不需要有被定罪 有怀疑之下被他监禁 亦都可以 他可以再进行 我记得拖着弱待 来逼供的 这个是Patriotic 另外一早就已经写好了 准备了进行 亦都是因为911事件之后 布殊政府很快就推出了监控的法例 以及推行一些合法的涉停 即是所有公民里面所流通的资讯 无论是电邮 电话 或者是一些文件 政府如果觉得有怀疑 和恐怖事件有关 他无需经过国会 或者更加高层的立法机关的批准之下 就可以直接接听你这些消息 这个法例当时一出 就令到整个美国政府的人民 完全没有私隐可言 因为他说 我怀疑你这个电邮是和恐怖组织联系的 我就有权已经查你 或者我怀疑你现在和一个恐怖组织的人在谈 我就要勾你线来听 但是他这个怀疑 是完全建基于他们自己的想法 而整个的搜捕或者截停 他不需要经过司法 或者其他机构的程序 去通过去审批 那大大加强了政府去监察人民的力量 你知不知道最近在美国发生的 市民听证会 关于那个disclosure 结备 是 其实里面的researcher 尤其这个Linder Motenhow 他说得非常清楚 因为他一直在揭揭 关于美国外星人和新科技的秘密 他最后的陈述 他说其实美国已经变成一个 叫做Police State 中文哪里 就是警察国家 全面监控了人的行动 他说很奇怪 这班研究人员 研究外星人 一样 我估计是100% 都认为那一 100%是假的 他们也留意到美国这个社会 已经变成一个Police State 这些全部都是一个警号 全部由这些人说出来 所以说到这个Police State 最近最近 昨天或今天 发生了一些事 我也看到有这个可能性出现 就是什么呢 最近国会有一个报告出来 指控中国用Cyber Warfare 截取美国的情报 即是黑客入侵 截取一些国防的机密组织 这个议口可能是一个False Flight Operation 美国这个影子政府 也好 现行的政府议口 他一定要找这些借口 使得他可以对中国进行某些行动 他们在不断地制造这些事端 所以这个可能 中国政府已经否认了 我们根本没有做到这些事情 但是你看看美国政府的反应 他是不理的 他照样一直指控你 即是他在制造这个环境出来 最后有可能会引致另外一个新的False Flight Operation 所以其实这些事情 我们虽然说是911 其实如果我们留意一下 是不断在发生的这些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 911事件之后 令到政府监控市民的力量 和他的力度是不断加大 而反过来我们市民在这件事 除了是肉体和生命受到的损失之外 我们的自由度 言论自由 私隐的自由度 是逐步逐步 因为他们考纳明目 被政府不断地压榨和剝削 令到我们人生的自由 和我们在互联网上的自由 进一步进一步地收窄 是的 现在美国已经说要管制互联网 是的 其实已经通过了一个法例 CISPA 我知道过了一半 过了众议院 好像还没过参议院 就是引进一个新的法例 就是美国政府随时可以关任何网站 是的 我还看到可能他会模仿强国 所有的互联网用户 或者手机用户 是用这个实名制 到时你的IP 和你的人的真正身份 是互联的 所以在网上流通过所有的资讯 贴过什么相片 说过什么 很快就能被人追踪追查 你就不能再以一个匿名的身份 在网上去发表言论 这个对于政府去监控全球 或者以国民里面的资讯流通 起到一个很大的威胁作用 是的 好了 我们节力更新 其实今次的节目的目的 都让大家了解一下 这麽大件事 背后这麽多人质疑 为什麽在我们的大众传媒 是从来都没有提及的呢 其实原因就是 根本一般的大众的主流传媒 其实是被同一个势力 背后的影子政府控制了 我们能够做到什麽呢 我们只能够将这个讯息 是给多些人知道 希望达到一个所谓叫做 一百个猴子的效应 当人多些人知道的时候 我们足够的意识提升 全球人就有机会醒觉 好了 那我们今集时间差不多了 那下集再见 拜拜 好 拜拜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不同种类的 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 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www.h-e-a-l-t-h-s-h-o-p.com.h-k